是 二十四小时以后 他们向我们进攻 石岳同志的情报是这么说的 不过 现在我们已经把纠战 还有林雄波的一切消息 全部都封锁了 估计这一时半会儿 还能瞒得过去 这个军情图是截祸了 纠战和林雄波呢 也是抓获了 可是情势 比你们想象要严重得多呀 突围计划要想实行 必须有三天时间呢 要是国民党方面 确定了林雄波的任务失败 那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 就会对我们发起进攻 这样的话 我们的处境 就会非常地被动 咱能不能把突围的时间提前呢 不行 要只是我们独立团 那随时可以突围 但是解放军 还有那么多的群众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在战斗打响之前 把他们安全转移了 我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啊 一定要拖住三天 我就要三天 想法 我倒是有一个 我这赶紧说呀 既然费思青让林雄波来 是为了拿军情图 那我们就给他送一份去吧 你的意思是 咱们给他送一份假的 没错 这样既可以迷惑敌人 而且还可以赢得时间 说得倒是简单 可是怎么送 谁来送 十位同志说了 费思青命令接营的部队 必须看到林雄波本人 否则的话格杀无论 所以这份假的军情图 也必须给林雄波送 可是林雄波现在正在 我们医院里昏迷着呢 我本来也没想用他去 叶淑亭同志 你这不是闹吗 他不去 难不成说 你让我化妆成他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也知道了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 战地勇工团的演员 邓远达同志 团长 你也认识他 这个邓远达 可是我们这里文工团 医院金引文明的人物 那你们觉得 他跟林雄波长得像吗 像 太像了 可以以假乱真 老龙 你把邓远达的情况 跟小叶同志介绍一下 邓远达同志 是三年前路的党 当时他在上海读书 是个进步学生 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们 组织了一个话剧社 经常呢在街头 演一些活报剧什么的 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后来加入组织以后呢 上海的地下党 对他进行过一些 关于情报工作的简单培训 但是那些啊 只是简单的培训 他最擅长的啊 还是演戏 记得有一次 他还立了一个三等功 没错 立三等功 嗯 他是怎么立功的 有一次啊 去乡林演出 回来晚了 他就迷路了 说来也巧 他在路上 碰到一个鬼子的小分队 在无力屯那边 偷偷地修炮楼 后来就根据他提供的情况 把鬼子的炮楼 一锅端了 但是对于我们的情报工作 他只是知道一些 简单的理论常识 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的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根据纠战的供述 国民党在城外 安排了个接应小分队 那邓远达要做的 就是把这份假的情报 送到这个接应小分队的手里 然后他再找借口离开 嗯 他们接触的时间 会非常的短 而且邓远达 有表演的经验 如果应付得得当的话 他应该不会发现 我觉得 就目前的情况来讲 这或许是咱们 能够想到的 最好的办法了 那好 就这么办 现在情况紧急 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 哪怕是冒险 我们也得试一试 我还要提一点 我们要绝对保证 邓远达同志的生命安全 这个简单 我们呀 可以派一个人 暗地地保护他 这对于咱们一个能力超强的 情报工作人员来讲 难度啊 不是很大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 保证邓远达生命安全的这个责任 就交给叶淑婷同志来担当 不许可 可是 军机特委派我来 是为了突围行动的安保工作呀 对啊 这就是为了 突围计划的安保啊 我说小叶啊 如果我们要说脱不了这三天哪 那我们独立团和城里的老百姓 全部处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了 团长 我明白了 我去 胜败在此一举 大英雄盖世无敌 灭盈秦 赴楚帝 征战华夷 盈秦无道 动荣基 吞并六国 又分离 向流洪高层割地 叛战东来 除霸兮 邓远达同志 你好 你谁呀 怎么一点规矩都不讲 进来也不敲门呢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讲规矩 你必须马上跟我走 我凭什么跟你走 我又不认识你 对了 你怎么知道 我叫邓远达的 我不仅知道你叫邓远达 我还知道 你一直想当战斗英雄对吧 谁不想当英雄啊 不过团长说了 在舞台上 把战斗英雄演好 那就是英雄中的英雄 你不觉得这是你们团长 安慰你的话吗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会不会聊天啊 我又不认识你 你干吗这么刺激我 如果说现在 我只是说如果 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让你去指 没有如果 我连枪都不会开 我能执行什么任务啊 你别急啊 说不定让你撞上什么狗屎孕了呢 我说你这个人 你是不是很无聊啊 走走走 走走走 快走 我这 你 你干什么 但我要走 你也得跟我一块走 你到底什么人哪 我凭什么要跟你走啊 我白天被人砍脖子 晚上被人拟胳膊 你们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跟我去团长办公室 这就是你要完成的任务 组织上为了保证你的安全 特意安排小叶同志啊 暗中保护你 你们俩都认识了吗 报告团长 我有能力 独立完成这次任务 还挺有志气的 那你说说你凭什么 不能独立完成这个任务啊 不就是演戏嘛 那是我的老本行 我假扮林雄波 对吧 把那个情报 我国民党经营小分队那儿一交 完事 那你既然这么能演的话 要不让他演一段给我们看看吧 演就演 那你说 演什么 根据纠缠的情报呢 林雄波是个花花公子 要不你就先演一个花花公子的派头 给我们看看吧 伙计 大爷我今天要在这儿 宴请宾客 赶紧把你这儿最好的菜 给我上出来 这不大爷 那个我们这菜吧 挺贵的 您要不要再好好想想 困张东西 怎么跟大爷说话呢 不知道大爷我这是 您笑什么呀 有什么可笑的 不是 就你这个表演吧 我真的不知道 你哪来这么大的自信 我 我的表演怎么了 哪儿不对吗 我觉得哪儿都不对啊 什么叫哪儿都不对啊 那你说我怎么演得不像林雄波了 你听我说啊 这第一呢 你 这个表演太脸不化了 就是 你现在是在演林雄波 没有把自己真的当成林雄波 你知道吗 喂 什么 商城县中心广场 发生过骚乱 林雄波呢 没找到林雄波 你给我听着 继续找 什么要见人死要见尸 一定要找到林雄波 我当然是把自己 当成林雄波了 不然你说我在演谁呀 你别急啊 还有这第二 你这说话吧 有点不太像正常人 你怎么骂人呢 生活中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又不是在舞台上 拿枪拿掉的 不是 你让我演花花公子的吗 花公子说话他就是这样的 对了 我刚才还跟我演了一个伙计呢 别说你那伙计演的倒是挺下的 还有第三点啊 就是 你这个捕捉人物的细节不准确 你是一个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 请别人到饭店去吃饭 那招呼的肯定是掌柜的 怎么可能是伙计呢 还有第四点 行行行行 没法跟你说了 你懂什么呀 表演 那就是要突出人物的个性 只有个性鲜明 才能让观众留下深刻的意见 这是艺术你知道吗 你一个黄毛丫头 他懂什么艺术根本就 我现在跟你谈的不是艺术 跟你谈的是这次的任务 就你这样演黄熊波 你出门就被人打死了 你知道吗 我就是被打死了 那我也是光荣牺牲 我告诉你 不不不不 我才不会牺牲呢 我告诉你啊 我这次不光能完成任务 我还可以活着回来 不信你就等着吧 我真后悔 我真后悔向团长推荐你 早知道你这么不着思溜的 我宁可拉着那个医院里 躺着半死不活的 林熊波上路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 团长 处长都在这儿了 你跟他们说呀 报告 进来 报告团长 刚从医院打来电话 林熊波抢救无效 已经死亡 你妈 你先回去吧 是 刚才有人说要带谁去来着 是谁说要带着这个真的去呀 那大家去吧 邓远达 听了你们别吵了 刚才大家都听到了吧 林熊波死了 小邓 到 这个任务非你莫属 是 在舞台上呢 你是个行家 但是在特工这一方面 叶书廷同志是行家 你要想对付 绥靖工厨的人 你得想小邓同志 好好地虚心学习 明白吗 明白 小邓同志 小邓同志的确是个好演员 但是他有他的局限性 他对他熟悉的人物啊 像我们解放军战士老百姓 那是家庆就熟啊 还有殿小二 对 还有殿小二 可是他对林熊波这样的 花花公子呢 没接触过 所以言起来啊 难免是有点脸普化 我说得对吗 对对对 团长说得非常对 等我以后熟悉了林熊波 我一定能买点好 所以小邓同志 你对小邓同志啊 再多点耐心 我相信 小邓同志在你的手底下 会很快变成 真正的林熊波 团长 您放心吧 我现在就给他做培训 让他尽快地了解情况 好 还有 在我们出发之前 我想带他去一趟医院 看看真的林熊波 行 不是林熊波不是死了吗 就有一具尸体 有什么好看的呀 行行行 去去去去 谁怕谁啊 那你们抓紧时间 办门的事立即出发 是 请团长处长放心 等于人答一定完成任务 那去 走吧 走 走 你这干什么呀 你躲什么 你躲什么 你 走 走 走 你吐够了没有啊 邓远达 你不是也参加过战斗吗 你还怕死人啊 谁谁谁谁谁说我怕了 不怕是吧 跟我一块找 找什么找 有什么好找的 死人身上有什么 像林熊波这种花花公子 他身上一定有代表性的路件 找找看 快点儿 你恶不恶心啊 这是死人身上的东西 你哪里又看又闻的 这是林熊波的鼻烟壶 把他带上 我不带不带 死人身上的东西我绝对不带 绝对不带 邓远达 你以为我在跟你闹着玩是吧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林熊波的人物特征 他有吸大鹰的瘾 这个鼻烟壶里边装的 全部都是大鹰 他平时肯定是拿它来过瘾的 一定从不理身 你要想让敌人相信你是 林熊波的话 你就必须把他带上 你哪里呢 过来 孙方 瞧你那点儿打啊 去哪儿啊你 认得他 是我的法报警 这次请你来 是让了你给你的肺掌管 发个电报 发之前 我提醒你一句 别耍花样 你边的密码本 还有发报合适 我们都清楚 明白吗 明白 黑熊已完成任务 即将徒长 请派小分队之人 自从被捕后 罗建明一直表现得 十分配合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发出去的 黑熊已暴露的电文 虽然只有半截 但凭费斯青的智慧 一定会发现问题 并布下天罗地网 只要共产党 不知道这件事 他们的任何举动 都是自投罗网 处长 这是刚刚收到的密电 这件事 黑熊已成了任务 你先出去 前后两份内容 截然不同的密电 让费斯青有些 摸不着头脑 林熊波既然已经暴力 怎么可能又完成了任务呢 难道是林熊波 被共产党抓住后 叛变了 可如果林熊波 真的完成了任务 带回了军情图 一旦战士因此受益 情报处和他费斯青 都将声名打造 他实在不想 失去这样的机会 该怎么选择 素来果断的费斯青 有些患得患失了 通知张练 他 让他带人火速接应林熊波 记住 一定要让他保持警惕 先磨清楚林熊波 在商城县 到底干了什么 还有 我不管他用什么手段 一定要先确定 林熊波到底有没有叛叛 放着好好的大路不走 非得走这种洋长小道 你说你真是够烦哪 我跟您解释多少遍 时间紧迫 要一边四边不去 所以要绕开大路走小路 我婆婆妈妈 这一路可都是你在说我在听啊 我说的那些 都是敌人的重要信息 才能你不应该听啊 想要我听就得态度好一点 你别忘了 我才是这个任务的主角 主角 要不是你找了一张特网 打死我也不会向团团推荐你 你把我说清楚啊 谁是特网 谁是特网 我邓伟达那些立过战功的人 来 等会儿 你刚才说你是谁 果然是个储啊 刚教过你 赚头就好 我 我 我林雄波呀 我 那林雄波是不是特网 是啊 那你既然是林雄波 你是特网吗 不带你这样的 还拿话绕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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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快回商城县去吧 咱们俩是没法合作了 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 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你别不识好歹 要不是团长的命令 我才不会在这儿保护你 我还真不需要你的保护 你在我这儿 那就是个麻烦你知道吗 这事还真由不得你做错 这是命令 有本事你跟团长说去啊 你走不走 你不走我就走了 反正这个任务是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大美达 你差不多行了 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 刚才还教训我呢 你可是个老情报了 没想到以后犯我这种处 才犯得低级错误呀 我是被你气壶住了 看来啊 你也就那样 就会在我面前吹胡子瞪眼 冒充内行 装老大 行了 赶紧回去吧 该说的你都说了 我也都懂了 回去吧 你想让我走也行 但是我刚才教你的那些内容 我要再考你一遍 如果你都说对了 那我就走 这可是你说的 对 我说的 行 赶紧问 林熊喝的三大爱好是什么 喝酒 女人 麻将 我必须再听着你一点 一会儿那些街头的人来了 他们可能会给你庆功 难免会喝酒 到时候你可千万不能露歉 我才不会露歉呢 因为我压根就不会跟他们喝酒 你不会喝 我从来不喝酒 我也不喜欢喝酒 我干嘛要喝酒啊 林熊多生性靠酒 你要是过度的推辞 他们一定会怀疑的 你不但要做好喝酒的准备 你还不能让他们看出来 你不会喝酒 知道吗 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有这个必要 任何的纰漏都会要了你的命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好吧 你就放心 我一定会应付好的 你再给我重复一点 经营地点 还有国民港经营小分队的人员信息 这可刚才我的重复好几遍了 经营小分队 驻扎在网东五里的双征镇云服客栈 队长叫张定 是费思青派住在信阳县的外勤特工人员 他曾经跟这个林熊波呀是同事 那个眉心长了一颗痣的那个人 就是他 对吧 就是他吧 人呢 云服客栈 人呢 在哪儿呢 会不会是特务桥中打扮颜然耳目啊 说不定他就是张定 队长 那样人是不是林熊波 是林熊波 队长 那我回去接应他 等等 队长 他可现在就安然了 还等什么 非处长 非处长有命令 让我先确认林熊波有没有叛逼 虽然他真的救过我的命 但是在上级的命令之前 个人的私心要先放在一遍 明白 明白 干啥啊 对不起啊 大爷 大爷 我想问一下 这个云服客栈在哪儿 往前走半里路就到了 好好好 谢谢啊 不要 不要 不对啊 非处长告诉我 林熊波在这儿踩过点 他怎么连路都不认识 队长 你给我看清楚了 这我能看错 你们两个 到附近给我搜查一下 看看林熊波 有没有尾巴 确认安全之后 带他到云服客栈来见我 我在那儿等你们 是 走 走 你们谁啊 你是林熊波 你们是谁啊 跟我们走吧 张军这招在等你 你们可算是来了 等会儿 等会儿 等会儿啊 这个里面啊 是那个你们想要的情报 把它收好了 我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可以可以 林大哥 您可别跟我们开玩笑了 这么重要的情报 我们怎么能收呢 要交您得交给张队长 对呀 到手论功行手 这全是您的呀 对对对 也对 要吃肉 也要跟张军一块分着吃嘛 他在哪儿 赶紧带我去吧 来 这边行 来 这边行 队长 你借回来了 来 熊波 咱一年多没有见面了吧 是是是 一年没见了 总算见到你了 赶紧把情报给你 有你出马 那肯定是手到拿来啊 我真是担心哪 十二年之前见不到你 熊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是说 如果在十二年之前 你们没有见到我 那处长就会认定我 这次的任务失败了 那咱们的人 就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发起进攻 闭着眼睛一顿瞎打 还不知道死多少人哪 咱们的兄弟 也得牵连进去不是吗 现在有了这个 那共军救世在明 我们在岸 那肯定是稳操胜券哪 对吧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呀 吓我一跳 来来来 拿着 熊波 这不像是你的风格 我的风格 你是说那个 倒嘴的肥肉那事是吧 咱们兄弟俩嘛 对吧 谁跟谁啊 我吃肉 你咱们也得喝口汤不是吗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汤咱论功行赏再喝 今天咱们就喝酒 来 不是不是不是 还喝酒啊 走走走走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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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刚才我们去接林大哥的时候 他正跟一个老头问路呢 胡说 怎么可能 真的不信 你自己问林大哥 对对对 我刚才是跟老头问了 问这个云福客栈怎么走来着 熊波 你可是咱们处理的王牌 这个接应的地方 你不会连踩点都没有做 这又不是到商城县来 来得很匆忙嘛 时间又短 任务又重 我就匆匆忙忙地随便看了一眼 你说刚才这个黑灯下火的 这怎么可能找得着呢 再说了 我问路啊 也是为了尽快 能跟你们接上头不是吗 请礼之忠 请礼之忠 到了这儿啊 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喝酒 兄弟兄弟 我这赶了一天的路了 太疲劳了 你怎么也得让我先 休息休息再喝吧 对吧 我看啊 你还是找人 赶紧把这个情报送出去 别耽误了大事 什么 你是什么人哪 这见了酒连命都不要了 还休息 你说这话 兄弟们谁信啊 大家说是不是啊 是 是 是 不是 不是 你就放心吧 情报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 今天呢 你就踏踏实实地喝个痛快 来 我宣开为敬 这 不是 这 这酒 怎么瞧不起兄弟啊 不是 不是 怎么会瞧不起兄弟们呢 我 我这真的是太累了 喝不动啊 他说他喝不动 真喝不动 兄弟们 你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这么多年 你凌雄波喝酒 向来都是来者不决 怎么了 莫非是去了商城县 投靠了共产党 从良了 不是 这 这 你这 你这话说哪儿去了 我怎么可能投靠共党啊 你今天必须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否则 别怪我不练旧情 谁让你进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不起啊 我 我不知道这 这 不动再进来了 滚 不是 是 是 你们徐波升性靠角 你要是过度地推辑 他们一定会怀疑他 你不但要做好喝酒的准备 你还不能让他们看出他 你不会喝酒 不就是喝酒 我本来是说我们有任务在身 喝酒怕无事 你非得说我什么投靠共党 这太可笑了 不就是喝酒吗 来来来 怎么样 连干三杯 这才是我认识的凌雄波 来 继续 继续 你就放心吧 有我这帮弟兄看守着 咱们正事误不了 金金 咱哥俩喝个痛快 喝个痛快 来 来 走一个 走 来 走 来 来 那喝得到了 来 来 走一会 走 走 你们几个 把它给我看好 嗯 凌雄波有问题 怎么了 队长 凌雄波的能力 能做上郑州绥靖公署 头号特工的那把交椅 不可能连他自己踩的点 都不知道 这倒是 像我这样的小货色 也不至于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啊 还有 凌雄波的酒量 在公署是出了名的 你不让他喝 他都抢着跟你喝 今天倒好 拿枪逼着他 他才免劝喝了几口 不过我看他那样 好像真的醉了 醉个屁 肯定是装 十有八九 他是着了共产党的道 队长 您的意思是 林雄波投扣了共产党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可他不是把情报 已经带过来了吗 如果人出了问题 他的情报还能信吗 这样 你马上向郑州发报 把我们的情况告诉处长 他自然会有安排 是 有机会让他 咦 他 他 不是 是 开玩笑 不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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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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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远达 谁也没有想到张定指派的那个发报员在临死之前还是发出了半截电报 阮兵新溢出这份电报后内心十分震惊 他虽然不知道这份电文的含义 但明确意识到如果将他交给菲思青 将会对林雄波十分不利 左思右想之下 阮兵新决定私自扣下电报 前部处长 拿出来 什么 你知道私扣电文是什么后果 难道你要我同手吗 再玩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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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可能 我怎么在这儿啊 我的胶卷呢 难道已经交给张帝他们了 怎么还在我们这儿啊 这 这情报还没交给他们 他 他是人呢 死了 死了 他怎么能死了 这 我这情报还没给他 这 眼看就要完成任务了 都怪你 都怪你 你还好意思怪我 昨天要不是我的话 你早就暴露了 你交卷交给人家有什么用 人家会信吗 还说自己是个好演员 怎么怎么会演戏的 就打了一个照面 什么毛病都露出来了 我看你啊 除了长了一张特务脸 其他的本事什么都没有 你怎么又说特务脸啊 你说谁呢 你说谁呢 说的就是你 我之前就说了 赵葫芦画瓢是演不了花花公子的 你还嘴硬 现在呢 不是我演不好 是因为我 我实在太讨厌这个花花公子了 他们就像那个 令人厌恶的寄生虫一样 这说明我内心纯洁 充满正义感 邓远达同志 我们现在是在执行任务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都要演好这个林雄波 否则的话 你牺牲了性命是小 我们完不成任务的责任 谁都扑不起 我们 你现在知道 你也是这个任务中的一员了 不像刚才把自己振身事外 好像所有的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你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良心啊 我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 那我干嘛要有大老远的 把你靠到这儿了 像死猪一样 别死猪 海陈 那 那个 这 真的是你把我 扛到这儿来的 那 那 那我错了 那 你没有直身事外 我们一直都是在并肩战斗的 战斗 你行吗 我可以的 真的 真的 从今往后 我都听你的 你说怎么办 我就怎么办 前觉意外地发现 阮兵心私藏的 竟是一份对敌对我 都无比重要的电报 就眼前的情形看 由我方人员所顶替的林雄波 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怀疑 如果这份电报 落入费司卿手中 后果不言而喻 该如何处置 还有 阮兵心甘愿冒着 这么大的风险 替林雄波隐瞒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怎么又是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前夫处长 我救救你 你能不能把刚才那个电报 交上去吗 为什么 如果那个电报被处长看到了 林雄波 他就完了 你知道这是多大的事吗 你为了林雄波 你为了林雄波 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到底为什么 我现在什么都不能说 前夫处长 我保证 等雄波的安全回来了 我把什么都告诉你 天父处长 我求求你了 我跟你保证 不管这件事情 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一个人承担 我绝对不会把你说出来的 谢谢前部部长